新教授還有各位來賓大家午安 午安 我常常說 我如果不是年紀大行動不變 那個我一定去參加徐老師的這個 現場的抗議 那麼我並不是反對 七段徵收或者四弟同學 我認為這個也是非常有效的 這個土地開發手段 但是我們要從另外一方面想 這個台灣的農地的問題 我第一次到中國大陸是民國84年 那麼去大陸的時候第一次聽到的話是時候 我們土地很緊張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念中國地理 是說中國是地大物國 那你怎麼會是土地很緊張 他們給我解說 說土地緊張是人均耕地 就是平均每個人的耕地面積 只有0.11公頃 那個時候世界上開發國家 一公頃農地要養活1.8人 中國大陸一公頃要養活9個人 我說那樣子台灣更緊張 台灣一公頃農地要養活25個人 那麼我們現在這個糧食自給力 只有台灣只有31% 還不如日本的將近40% 那麼很多學經濟的人說 這個糧食不夠的話 進口還比較便宜 台灣自己種 比世界這個糧食還貴 這個進口沒有錯 但是這個各位知道 我們有一次那裡台風台北大淹水 那我是住三樓 可是我家一樓也淹了水 那個早上我才發現說 哇 我這個米桶都沒有米 平時我都會準備一點 那天正好都沒有米 我們也沒有什麼泡麵 那我就設施要到病例商店 買這個泡麵 超市要買米 都被搶光了 這個事情就告訴我們 就是說你有錢 不一定買到這個糧食 那麼台灣 這個雖然有錢可以買糧食 但是世界氣候不斷地在變化 當有一天 這個哪裡欠收 那麼糧食首先就限制出口 那台灣就沒有辦法進口 沒有米 那怎麼辦 我們一年 兩年三年不買衣服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一餐兩餐不吃 還可以忍 三餐不吃你就忍受不了 所以這個農地對台灣來說 也是非常重要的資源 但是台灣這個西段徵收 或者是四地蟲 就輕易的就把這個農地這樣子就毀掉 那毀掉好了 你有用 還可以收 但是這個大部分的農地毀掉了之後 很多都是變成文字館 你把這個文字館三個字 輸入電腦去搜尋看看 哇一大堆 那麼就收這個台灣 這個 我的看法是 隨便讓開發 就是政府跟這個廠商勾結 操作土地 然後沒有想到這個糧食的問題 這個是我最大的反對所在 所以你要進行開發 必須要看看這個土地需求怎麼樣 很多工業用地都放在那裡 什麼社區 什麼東西 都沒有利用 又要開發又要開發 又要開發 這個是非常要不得的 所以如果說我有力氣 我一定要去拉布條抗議 好 謝謝 老師你剛剛講話 也給我找大家抗爭的心 抗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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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給我找一個平衡點 我們是不是把時間給我們徐老師好不好 來 用一次熱烈鼓勵的掌聲好不好 好